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國外交部經常強調 說外國政客不能干預中國內政 但誰不知他們被巴西國會議員斷政 竟然想干預人家的發言權 事源巴西國會眾議員馬丁斯 今早在社交平台Twitter上 公開了一封來自中國駐巴西大使館的官方信函 馬丁斯議員說 這個獨裁的中國大使館 在這封信函當中建議所有巴西議員 要對於台灣總統的就職典禮保持沉迫 這是對於所有巴西議員的冒犯 故此就算我遲到了也好 都要祝賀蔡英文總統的就職 他在這個鐵文當中 是夾附了中國駐巴西大使館的信函全文 事實上是有了蓋印和簽名 不可能是留的 難道別人特地弄出來造假嗎 中國大使館就在這封信裡說到 說台灣的議題是中國內政 牽涉到中國核心國家利益 而今年5月20日 就是中國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的就職活動 基於中巴雙方的關係 中國採取提前和必要的方式 告訴各位議員這個議題的敏感性 避免各位議員做出單方面選及中國利益的舉動 包括發送祝賀消息 或者與台灣保持聯繫 中國會對此高度重視 原來真的可以禁巴道 不准人家道賀就宣訴 還要禁止人家與台灣保持聯繫? 難道已經過你批准? 真是夠離譜了 台灣外交部回覆了馬丁斯議員 代表台灣政府和人民感謝祝賀 馬丁斯議員說 捍衛自由是他的榮幸 當然這件事沒有這麼快完結 巴西群眾看到這消息後 簡直是暴跳如雷 你這樣去指揮巴西國會議員有沒有搞錯? 於是這件事迅速成為巴西網絡熱門話題 而台灣萬歲更加成為巴西今天熱門辭匯的第一名 當然 很多巴西網民馬上說要恭喜蔡英文 賀喜蔡英文 又說台灣是自由和民主的典範等等 你說中國駐巴西大使館 是不是愚蠢到極? 假如他們沒有發過這封信譜的話 我真是很懷疑 到底有多少個巴西國會議員和巴西人民 是會很主動地去祝賀蔡英文就職? 偏偏走去反其道而行 你就告訴別人不准他這樣做 這些就是作用力與反作用力 當你向人家施壓的時候 在一個民主和自由的角度 怎會肯聽你的嘴巴才行? 你越叫他不要這樣做 所以使得台灣就多了很多人去祝賀 這些根本上中國是完全不理解的 整人打算一尾施壓就可以了 你只能引起巴西人民的廣泛不滿 其實中國有很多行為 都是文明世界難以理解的 比如說今次這樣 竟然就以中國駐巴西大使館的官方信行的形式 走去督促人家的國會議員 不准向台灣總統就職道賀 作為一個民主社會 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國會議員 他們是向選民負責的 不是向中國負責的 這個他們真是搞不清楚了 這個不是香港的立法會 你所通知的不是民建聯工聯會 經民聯的立法會議員 那些人說不是向選民負責 而是向北京負責 但是現在你施壓的這一班 是巴西的國會議員 你竟然想限制人家的言論自由 限制人家的行動自由 哎呀 不然阿崩叫狗 越叫越走 你越叫人家不要渡河 人家就特地渡河 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下 若然他不向台灣總統表示祝賀 分分鐘被那些選民質疑他 喂 到底你是不是向中國跪低了呢 反正他向台灣總統祝賀 都沒有成本的 在Twitter上打一句話而已 那他為什麼不打呢 你又催他不脹 拔他不牆 隔著這麼遠的水路 對不對 好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不僅是觸怒了這一班的 巴西國會議員 亦都是觸怒了巴西的民眾 喂 那些人一定是要捍衛他們的核心價值 包括就是民主自由 喂 你叫他不要做 可以 他就專門做給你看 而且還稱讚台灣是民主的典範 你說是不是只會自己拿來激氣啊 實際中國到底你不理解人家的文明社會 民主社會是怎麼想的呢 喂 不要經常擺出一副 好像以前清朝那樣 你以為朝共制度還是萬邦來朝嗎 大哥 就算和外國貿易 都是基於一個平等的原則去做 不能夠抱持著以往那種因主心態 持著巴西最大的出口國就是中國 所以就可以向人施壓 這些是什麼邏輯什麼道理才行 更加不好計的就是 現在巴西仍然是處於一個非常之水深火熱的環境當中 因為這個全球大流行的疫情在巴西還在擴散 喂 人家都開始在想了 到底這個來源在哪裡呢 到底為什麼會令到巴西這樣雞毛鴨血呢 喂 一想就更加之生氣了 更加在Twitter上打多兩句祝賀說話 是不是 怎麼會這麼傻啊 真是想不明白 本來你不出聲都好地地 有鬼人你嗎 是不是 那時候你一說 不說就由自可 一說就做多了 不過中國向來也是這樣 喜歡規管別人這樣做 那樣不能做 人家怎麼會服你才行 當然會反彈 接著就說說日本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最近就在記者會上說到 說今次的疫情是從中國擴散到全世界 環球時報的總編輯胡錫進又出來說話了 這次他又說什麼話呢 真是猜不到他 竟然他大讚安倍晉三 他就說很明顯 安倍要在中美之間站隊的時候 要更多考慮到美國人的意地和感受 不過與此同時 他就沒有刻意地刺激中國人 尤其是大家都要注意到 在他談及到病毒的時候 他就使用了一個模糊的詞語 就說這個病毒是從中國擴散到全世界 就沒有強調病毒是中國起源的 他就說日本是美國的盟國 日美同盟就被視為日本外交的機族 在中美之間發生衝突的時候 美國就會壓日本 日本在表態上照顧一下華盛頓的感受 就是難免的 總的來看日本對華態度和澳洲有很大的區別 澳洲公開地站在美國那一邊 做美國的馬前出 幫華盛頓將羅西方對中國的攻擊 但日本官員至今都沒有學著美國這樣宣揚對中國的追責 和華盛頓的立場還有明顯的區別 這個無非是自欺欺人的 明明麻生太郎對於中國的態度都不知多強硬 不知道是不是胡總貴人是亡 沒有看到 不知道他為何會得出這個結論 不過不要緊的 他可能想分化一下美日之間的關係 他還說 對於日本有些屈服美國壓力的說話 中國有必要採取這樣的態度 在一定程度上給予包容 不要苛求日本在中美對立的時候 說一些中國愛聽的說話 同時中國要有底線 不能夠放水 不要使得日本好像澳洲那樣的表現 中美博弈會導致一些國家搖擺 中國要有容量又要講原則 爭取團結大多數的國家 這就是對美博弈的延伸 說得好像滿腹經論一樣 到底胡老總的這番說法有沒有道理呢 我用兩點解釋給大家聽 第一點 就算安倍晉三首相他所說的那些說法 明明是美國施壓底下才說出來的 今天代表什麼呢 純粹是代表了 美國在日本的影響力 仍然是遠遠超越中國 現在日本作為第一島鏈的其中一個主要構成部分 他怎會不向美國靠攏才行 美國其實現在都開始採取一個圍堵的策略 不僅是日本要就著一些對華議題作出表態 甚至乎連韓國都要 今天韓聯社就出了一篇報道出來 就說美國或者會向韓國施壓 迫使他們要就著香港的問題 對華作出表態 所以 到底胡老總說的那番說話是沒有道理 大家自己想想想 第二點就是 日本在今個月正式成立了這個宇宙作戰隊 這個宇宙作戰隊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對日本人造衛星構成威脅的太空垃圾作出即時監控 以及監測其他國家的人造衛星動向 實情這個宇宙作戰隊當然不是孤軍作戰 他就是和美國的太空軍互相合作 他們會共享一些信息 所以連太空作戰也有緊密合作的情況下 如果日本真的要被迫靠邊站的時候 不用說也知道他會站在哪邊 所以胡老總的推演 真的不知道從何說起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